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在新加坡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因为新加坡大家都在希望有一定的出行方便 但我们的车又很贵 所以在减少用车的愿景下 如果有更多的车能够被大家租来使用 这样可能可以满足到一些临时有需要用车的一些需求 所以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 但是我们说要减少用车其实好几年了 你觉得这个方式它的作用多大呢 我觉得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 如果用车量就我们对车的需求量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对车的使用量能够增加 那么用车量除以使用的频率就等于用车数 如果我们用车数是一样的 但是使用量提高 那么我们用车的数量就可以降下来 这个降下来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可能可以节省一些停车产的用地 可以节省很多建设用地 这样还是对我们新加坡作为一个土地面积有限的国家 是很有帮助的 是是 马先生就很多闲置的车 没有 开玩笑 听说您是有加入过这样的服务是吧 什么原因要加入这种服务呢 因为我家庭有两辆车 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只需要用一辆 是 所以另外一辆可以拿出来租 那么对于有闲置车提供出租的这样一个像您这样的朋友 你觉得需要类似这样的平台提供哪些服务给你们呢 当然保险是第一 就是我们的利益 车主的利益要保障 这个租户当然也是需要保障 我们也需要知道他们用这个车是哪里做什么的 他们就要跟着这个 这个traffic rules这些 不可以犯规这些 对 那现在是不是使用的原因 你们可以双向选择 就是在你租给他之前你已经知道使用原因 你也可以考虑不租对吗 对 我们有选择 有选择 对 所以他们会通常跟你们说他们会怎么用 你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说 因为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说他们在平台 就是表示他要从几点到几点 租个 租辆车子 所以我们有这个可以租给他们的 我们就让他们租了 是 他们就来交 来来我们的家 我们就把车交给他 所以是面交面对面的 对 面对面 几点到几点 目前来说都是当天的 没有说租连续租三天 有 也可以 对 可以 时间都是 等于是双方自己决定的 对 我们决定 商量的 是 当然如果车主 因为肯定是有买保险吧 对于你的车辆 那如果这个用户 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些意外 或者是导致你的车辆损伤的话 就是有些磨损的话 那是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周博士 据我的了解 他们这个平台 他们现在引用了一个第三方的保险 它对于车主的好处在于 可以保证他们的NCD 就保证他们所享有的这个 优惠的这个保费 但他仍然跟其他的保险一样 存在着那个前一千三千 或者五千块钱的那个预先索赔额 那么如果出现了一些小的摩擦 他现在还是在这个用车的这个租户 可能需要进行这个赔产 他们也会跟这个租户 收取他们的信用卡信息 所以如果假设 我租借了这个马先生的车 不小心滑了一点 可能要赔个五六百块 那么这五六百块就需要从我的信用卡里面 扣除 这仍然是在各种这种租车平台 所要面临的一个这个考量吧 听说马先生四年前也加入过 类似这样的一个一个共享计划 对吧 你觉得这个当中整个过程会不会很复杂 因为我听介绍说 你事先还要还要告诉对方 你的车的状况 因为都是已经使用的车了 对吗 对 是会不会很复杂 你需要拍很多照片吗 还是 不会了 不会 不会 你爸告诉他这个是已经有的 这个刮痕 他会拍一张照 对啊 对 所以我也会跟他事先跟他说 这个是已经刮花了这些 所以之后我不会怪他 那使用的人 他需要交一些安规金什么之类的吗 这个应该是他跟平台的这个交易 这个我就不知道 那你自己本身有遇过 或者听说过有这种类似发生意外的状况吗 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 因为他好像发生这个意外 用你的车 对 用我的车 对 不过那个平台的保险已经保障了 所以已经解决 所以整个过程对你来说也是蛮方便的 都是平台去负责解决这个事情 对 OK 那么其实另外想要就是有人就提到说 像这样子的服务 其实私照车主 他们也可以使用 就是有些私照车他们会像马先生这样子的一个车主租车 然后去开这个私照车 你认为这样子的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也是路销局这一次所做的一个尝试 其实这个车的这个共享的服务很久以前都有 但他以前只能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 现在是事情就是开放到周一到周五 那么就有可能就是有一些这种开那种私照车的 他可能就跟马先生租他的车 然后进行这个一些接客的运行 这中间就可能我们还需要去通过这个事情来了解 到底会有多少人有这种服务 然后他中间会不会牵扯到跟其他的这个已经存在的这个私照平台 他们之间的一个规范的问题 所以现在是事情一年 这个事情一年中我们可以要探讨很多东西的 包括探讨的包括对本地出租车行业的冲击 还有那个SG Blue Blue SG的影响你觉得会大吗 在我看来呢 他们其实目前来讲 他们跟Blue SG是类似的一个用户群 就是面对需要租车自己会去开车的 他们跟私照车还是相对也不太一样的客户群 因为私照车其实是我只要用车 我并不打算开车 而这个共享车它跟那个Blue SG 或者是很多其他的这个租车平台一样 是这个用户需要租这辆车自己来开 所以他们应该跟Blue SG这种租车的平台 有更多的这个叠合性 还有一个不同 马先生 以你知道现在价钱应该也不一样 Blue SG都是同一款车嘛 你们这个平台价格大概是怎么样 是不同车不同需求还是 对是车主决定的 如果我们觉得是这个价钱 我们就放这个价钱 大概是多少钱啊 每小时是吗还是 不是是一整天的 一整天 对 一整天 大概在多少钱到多少钱范围 大概应该是60到100百处吧 一整天 对 那如果有人想要跟你出租这辆车子 您的车子 然后去做这个私照车这样子的服务 您会介意吗 您OK吗 我在平台上已经讲不可以了 好 时间可以写好的 对 那如果你在平台 你在平台上也看得到别的有车的车主对吧 对 是不是很多人会写这种不愿意 我也不大清楚 我没有去看 没有去观照过 对 这不是你觉得有人会这么做吗 其实也是很难讲 因为这个世界大了什么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 但这中间也要保证车主的 比如说他可以协商这个里程数 可能应该在哪个范围之内 就如果是他拿来做生意 做这个私照车的这个服务 他的里程数可能就会很多 那么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 因为你的这个车用的很多 这个损耗啊 这个对这个车的折旧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应该要综合的考虑进去 但目前这个平台是属于这个P2P的 就是完全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协商 所以我出一个价钱 你若觉得高了 那个租车的人可能出一个低的价钱 如果我觉得可以了 我可能就租给你了 它其实还是在于两个 两个直接个人之间的这个心理价位 他们的协商的结果 如你所说未来 我们当然现在看到政府决定 在六个月之后开始做个检讨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过一些 比如说对于市场的 已经有的车辆的挑战 包括保险等等 还会有哪些影响 如你刚才分析 你觉得会不会出现 客人与客人之间 这种争端会变得多呢 其实也可能有 因为这个毕竟是我私人的车 给另外一些人来用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车 它有很多这个个人隐私方面的东西 很多车上面 都有那个录像的行车记录仪 它可能既记载了我行车的一些录像 也可能记载了你使用我车时候的那些录像 那么这些东西这个隐私会不会有被侵犯 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探讨 还有相关的法律会不会有不完善的地方 这是一个比较一个新的这个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是世行 世行就要来进行一些研究 看他们大家的这个结合度一样 它跟很多年以前 大概可能七八年前推出来的那个P2P的平台不一样 首先呢 这个路交局已经开放了 可以在平时周一到周五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使用率可能会更多 因为以前只极限于周末 它的使用量是有限的 第二呢 随着这几年的发展 我们大家对这个私造车的平台 对这个电子平台 对这个共享平台的这个接触的意识 可能也更高了 所以像马先生这样的 愿意把自己的车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拿出来出租的可能也会更多一点 但中间还是会牵涉到一些 这个数据到底应该实际上是怎么样子 今天我们在这谈 可能是认为会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希望一段时间之后 去了解真正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是是是 今天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那么共享汽车计划 其实带来更多方便人 那接下来怎么用 还是要看大家怎么互相配合 是的 科技进步总希望带来双赢 现在是欧水准的考试期间 那有些学生可能为了要准备考试 而通宵熬夜 其实要考得好除了 科业上充分准备 良好的饮食习惯 生活作息 尤其考试期间也非常重要 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其实对我们的办事效率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呢 那么怎样才能舒缓 考试前的紧张情绪 什么样的饮食能让我们有精神 面对一天的挑战 锁定稍后的生活小学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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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